现在正是供疗包盛产的季节 新北市政府为了推广供疗在地优质水产品 特别举办系列活动 限量好康来回馈民众 市长侯友宜也相当肯定养殖业者的用心 结合了科技生产 就是要让民众吃到最鲜味肥美的鲍鱼 现在正是供疗包采收的旺季 新北市政府为了推广供疗在地优质水产品 特别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限量好康来回馈民众 市长侯友宜说 只要他来到当地一定会品尝这道食材 同时也借这个机会 说明养殖业者的用心 结合科技就是要让大家吃到最鲜美 最安心的食材 每次到供疗去 我最想起吃的就是供疗包 那供疗包这几年 其实除了我们大家用心的培育以外 也结合我们的新的科技 我们阿里奥科技的那一董市长 也为了保持它的新鲜的鲜度 而且能够用宅配的方式配送到各家各地 众所期待供疗包滋养风味餐的任桌活动焦点 市长还当起了推销员 告诉民众这桌海鲜大餐优惠价只要6800元左右 因为限额只有25桌 想要品尝东北角的针胃行动可要快 包山包海的任桌里面 这些风味菜都可以上桌 最后要吃我们供疗包的人 可以带来赢到我们供疗包的高亢生产的旺季 这个旺季一直到明年的二三月份 这个时候我们供疗包的肢长 供疗包所养成的量跟植都是最美最肥沃的季节 所以这个季节到供疗来吃我们的酒口 来吃我们的鲍鱼 来吃我们的鲍鱼 真的是最棒的好时光 如果没有抢到明儿的韬客 千万别失望 因为市府也辅导于会开发供疗包 即使料理包也将在12月4号开放订购 就是希望让民众都能够轻松品尝到供疗包的鲜甜滋味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采访报导